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上个星期我就说到这个东西了,当时开盒发现是个绿色,然后我就先拍一个开盒的视频,拍完之后我联系了商家,然后那个商家就是挺不错的,然后我说我已经打开盒了,他说没关系,只要不影响二次销售,他说你没有把这个东西弄坏的话,结果发回来,我给脱心换,我本来是没指望他们给我换,因为毕竟已经打开盒了,然后,这次他怎么没有送我那个, 那次他怎么没有送我那个什么,路障,路标那一类的电池也没有,上次应该是送那个东西的,我们看一下这个,虽然是无所谓,虽然说无一样的东西,但是他写了三凳片,上次他给我发成绿色的了,然后呢,我开了盒之后呢,我说我已经开盒了,他说你给我发回来,我就给他发回去,给他发回去,都给我换了一个,说实话,我当时因为已经拍完开盒了, 我的意思本来是说,就是跟他说一说,就是你给我发错了,下次买什么东西,你给我多优惠一点就可以吧,结果没想到,人家直接就说你给我就来吧,然后我给换一个,那好吧,咱们也不够说废话,直接还打开他了, 上次我就说过,他这个底座,我挺喜欢的,这个底座,等会儿,这个底座跟那个不一样,这个没有,上次,就是这上面直接画了一个,就是说可以插笔桶,可以当笔桶,插笔,这个没有,这个没有,同样是这个底座这个车型,为什么一刻就没有, 这个绿色的就有了,有点欺负人啊,我打开我还说,我还挺期待,我说可以插个笔的,那个底座挺不错的,结果没想到这个没有,灰色的,上次那个绿色的,一个小问题,就是这个盖有点盖不紧,这次,这次还行,这次盖还可以,这次盖还可以啊,我们看一下这次的有什么,我的天呐,这是什么,哎呦,我的天呐,能不能看到一大块磕伤,不行,这个我必须要找商家了,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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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这个真的是无法接受啊,这个,这个,太严重了,这个,看看别的地方 别的倒是 别的倒是没问题 这好像有一点是,像是油,油游,别的,别的没有,别的没有太大的问题 这个盖是能开的吗,哦,不能,对,不能 别的没问题,就是门上有一大块磕伤,非常大一块,能看到吧 哎呀,这个,哎呀,这个,哎呀,这个厂家的东西真是,上次那个绿色的盖合不上,其他地方都还行,这次好,这门上直接给我来这么一大块磕,哎呀,这个,怎么说呀,哎呀,咱们先看看其他地方吧,因为这个,这个很明显,属于中奖,这个是不应该出现的,呃,不加低的标志,基本上印还算可以,然后其他的地方印刷,其实也还行,呃,这里稍微有一点飘漆,看到没有 其他的,没有太大的问题 啊,这里飘漆,看蓝色,看这里飘漆,啊 主要就是印刷飘漆,呃,其他的做工什么呢,倒是没有太大的问题 这个,这个,这回发动机板倒是,倒是可以很,啊,确实灰尘 倒是可以这个,扣盐似的,抽门也没问题,声光咱也就不听了,因为反正上次那个绿色的,也都听过了,我就不摘这个底盘了 试图呢,是这样,这个,嗯,迪沃的这个车型的尺寸,我实在是没有找到,就从网上没有找到真车的尺寸 然后上次那个绿色的,我量过了,这个应该是个绿色的一样的,应该是一模一样的,就是我找纸子量一下吧,我量一下吧 然后,这它不清啊, 这是我看一下啊,差不多, 14.5 然后宽度压住 这样就这 62 63 高度 高度这个就高度 这样 高度这样 这样 到这 38 38 39 没问题 尺寸应该是一样的 这个 这个就是玩具的尺寸应该是一样的 就真车的尺寸 那个网上我实在是没有找到 然后呢 我现在打一张表格 我现在真车尺寸用的是什么 用的是这个 凯隆的尺寸 因为这个车 据说它是用的 就是凯隆的底盘 应该是 好像发动机变速箱 可能也是凯隆的 就算是凯隆的换壳版 换壳定制版 我相信 这个真车的尺寸 就是迪沃跟凯隆 应该是大差不差 所以我们看比例的话 就凑合用凯隆的尺寸来凑合一下 所以说尺寸打在这里 升光 就大家想考上次那个绿色 我就不再去开 这个抽这个电池 开升光了 这个我要去找商家了 这期的视频就先到这里吧 再见